袁文載族就書接上一回 話說張小編半夜偷計不到 反而誤入了芳粉 想不到驚動了一隻正在挖死人的野狗 那隻野狗挖了座身份 剛剛撞開棺材板 咬到棺材裡的死屍開堂破肚 正要往外邊拖那些死人的腸出來 突然聽到背後有洞整 立刻就在墳裡捐出來 他亦是機火中燒 加上剛剛賴了死人的屍血 這陣見到張小編一個人堵住洞口 那雙佈滿紅屍的狗眼立刻就空光秘魯 咬!這樣一聲就在墳墓裡擠出來 追著人就咬了 張小編一看 你才糟了 叫了一聲 有狗你就不要拒絲 話音未落 轉頭就跑了 本來明明跑不動 但在驚慌之下都不知道哪裡來的力氣 賣開兩隻腳就在墳地裡飛地跑起來 他心知肚明 如果一直跑下去不到十步 一定被那隻野狗撲過來咬到 凌機一動 腳下疾挺 避過了背後的野狗撲咬之勢 邪刺地跑往墳地的深處 藉著墓碑躲閃逃避 那隻野狗撲了一空 不禁腦收成腦 一撥狗頭 撐了一份老門上面那顆血紅色的大肉柳 亦是一頭邪撞出去 緊追著張小編亂咬 張小編在墳幼和墓碑之間東一頭西一頭亂捐 墳形間的地勢高低起伏 擋住了那隻野狗狂追的去老 這一人一狗就這樣圍著幾座墳墓 兜著圈 那隻野狗雖然兇殘 眼見盜嘴的生育也一時難以撲住 最後這隻野狗終於明白過例 他不再和張小編在墳墓裡亂捐 而是一個虎跳約上了一座高大的墳頭 想要居高臨下 直接跳下來咬人 這些就叫做九級跳牆 其實就算他不這樣做 那位張三爺也免得跑不動 這個時候他已經吸收大氣了 心口好像要爆炸似的 但是狗急跳牆 人急亦能生智 張小編眼見自己陷入絕境 你這傢伙的膽也真是大 張生死只知到外 乾脆就彎下腰蹲在地上不跑 自古兵不厭詐 三爺這一招亦絕不是匹夫之勇 在鄉下行夜路 難免會遇到柴狼野狗 老百姓吸取了無數血肉教訓之後 逐漸摸索出一套防身之土 有句話說得好 狗怕彎腰狼怕打鼓 柴狼野狗再如何凶殘 亦有它的弱點 狼的疑點最重 如果一個人在晚上遇到狼 難免會膽戰心驚 轉身一跑 十日八九 肯定被狼追上來吃了 但是如果當時能沉不住氣 假裝對那些惡狼時而不見 在他口袋裡東翻西翻 做一些連自己也想不明白的動作 那些狼就不敢輕易過來咬你 他疑心在設計收拾他 而野狗就怕人彎腰 他擔心人一彎腰 就打算撿一條棒來打牠 不管多凶殼的狗 天生對棍棒都有一種極強的畏懼之意 乞衣拿打狗棒就是這個原因 也該張小編當黑 他大概偷雞摸狗的事做多了 整天都擦眉鼠眼 身上的正氣不足 這時他炸底彎腰撿棍打狗 但那隻野狗根本不吃牠這一肚 從焚憂上順勢撲下來 重重地撲在張小編身上 張小編叫了一聲名鼠 還以為自己要掛在那裡 沒想到牠身後焚憂下哪有個裂防 裂防處寬大形成一個天然的洞口 那個洞口被亂草掩蓋著 即使走近也不太看得清 這時牠被那隻惡狗一撲地倒在地上 連人帶狗就掉到墳洞裡 那個墳洞雖然深 但是頸口的地方非常窄 張小編瘦骨如柴 順著裂縫就滾下去 但是那隻經常吃死人的野狗 就生得像牛仔馬仔那樣大隻 鑑生被卡住一個裂防的入口處 弄得進退不得 張小編撿回一條命仔 也顧不上身上的疼痛 這時牠跌落了地防的深處 四周都伸手不見五指 根本不知自己是甚麼地方 牠搓搓搓雙眼 看見遠處又忽明忽暗的燈光 於是便打起精神摸了過去 沒多久 那個土弄的岩塵便到盡頭 牠摸到一座寒氣壁人的石壁 牠摸到那個石壁非常大的 而且寒氣壁人的 那座石壁上有一條縫 穿過那條縫 就可以看到壁後面有一座石墊 牆上釘著一眼明燈 那些燈光好像黃豆那麽大 燈光忽明忽暗 張小編便知道其中厲害 見到有燈光 便從那裂縫裏面塞過去 等看到冥殿裏面的情形那時 更是覺得差異莫名 但見那個石墊的冥燈下面 擺著一張響卓 響卓是一張青石棺廠 上面停著一具年輕女子的屍體 年紀約摸十八九歲 身上穿著簾衣 穿金帶銀 好像很有錢 看她的服飾絕不是近代人 但這個年輕女子 雲笨雪枝 眉目青瘦脫續 又哪裏像死去千百年的死人 張小編驚歸驚 但眼底下身雞都沒有著落 只是窮到洞 見到明燈下面珠光補氣 哪裏又不心動 殿內擺了很多造型詭異的指人指碼 死者的身邊更有一池碧水 精凝清澈 張小編剛才跑到口乾泄醋 立刻用手捧了幾碗水 喝了個痛快 只覺得甘甜勝於鮮露 不過鮮露到底是甚麼滋味 她亦從未試過 飲完水她的腦又靈活了些 她心想 現在這樣的時勢 賺死大膽 餓死小膽 命苦之人 怕窮不怕死 於是把心一橫 走到女師的身邊 拔金猜 剝肉啞 脫香蟹 把那些極錢的東西 全部剝下來 又剝了那個女子的一件臉服打包 一邊在剝 一邊對著那個女子 說話給自己壯膽 看你這個小娘子 酸金大玉 生前實享受過的貴人 小人身來命苦 早已三個月聞到肉味 如今生計無著落 不得不借小娘子 這十歲夜換餐眼仔食客 懷望小娘子莫乖 日後若小人有出頭之日 再來燒些紙上些香 還你個人情 正當張小編在略取金獄的時候 突然聽到石別的角落裡有一聲貓叫 連忙轉頭一看 只見那個沒有燈光的黑暗處 爬出來一隻大花貓 出人意料的是 但是那隻花貓竟然裝著好像人那樣的哀號 哭得淒涼到什麼 張小編見過出殯的孝子 這隻花貓為何就像跟死者哭墾吊喪 難道這隻老貓成了精 那隻大花貓對張小編視若無睹 瞪著兩隻紅燈的眼睛在那裡哀號 貓喊的聲音在這個直靜的地下顯得格外淒涼刺耳 張小編不免得從心底生出一股厭惡之情 這隻老貓都來裝神弄鬼 他心中不由得動了殺機 想到這裏 他趁那隻花貓不備 就用剛才打包的那包東西 突然間將它按住 只見那隻大花貓掙扎了幾下 就鑑沙地被焗死了 張小編心裡邊就想 現在你走回金官圈的契裝模 殺儀公圈一不做而不休 食了你這隻成精的老貓 祭下我的五藏廟才行 看看到底你這鬼貓的道行大 還是你這三爺道行的心 張小編膽大包天 他似著以前同老杜學的滑符捉鬼 一點都不將優銘的事放心上 他將那隻大花貓開堂破肚 胡亂地收拾了一番 拔了食壁上的命燈 就在墊的內裡找了些子人子馬 對著起來點起火泥 就將那些貓肉放在火上來回地烤 想不到那些手藝不行 將那隻大花貓燒焦了 外面黑媽媽一層黑炭 但是張小編都餓到什麼感 機不擇食 聞了聞還挺香的 仍覺得有多焦 他就張開口去咬那隻烤貓 突然 一雙冰冷如勾的手 就從背後點住了他的頸 就聽見背後有把陰森森的聲音在那裡問 靚仔 你見不見我宮裡面那隻大花貓去了哪裡 嗯 你這隻短命的死仔 還在敲什麼 張小編嚇到魂不乎看 膽再大也都頂不住了 想畫符念咒 但是腦裡邊一片空白 就只好隨口應了 沒有…沒有看見 於敲的是…是…是燒雞 只覺得身後一股涼意吹過來 他全身都起了雞皮 那些毛孔都好像結了一層冰箱 背後那個女人的聲音就再次迫問了 敲雞怎麼會有死的腳呢 張小編就硬著頭臂在那裡說 三人敲緊的是兩隻雞 兩隻雞四條腿 俗話說 炎王殿上衝好漢 冤鬼前腿怎脫得 欲知後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